這個景點然後分別就怎麼樣 分別在這個地方一定每個地方都加個Home 然後加一個向下 所以讓他可以一直往下跳 有沒有下一頁 下一頁到第四頁他就跳到第1頁啦 OK然後一直往下 反正這個循環 另外的話很方便可以回到Home 大概其實這樣的感覺其實就還蠻不錯的 就至少的話呢這個App本身就是互相會有個連結 然後每一個每一個都可以讓你可以很方便去閱讀 那這個是第一個上個禮拜我們講的第一個重點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那程式的話呢 我也把畫面把它截圖下來 所以理論上 我還要把它用那個highlight 把它整個mark起來 所以如果假如做錯 或者有發生問題的話 記得再比對一下 那關鍵的地方特別注意就是 一定要是放在那個什麼 我們這個標題 有沒有其實就是這個標題 這個標題的右邊 這個可能位置要注意一下 你不能把它放裡面 放裡面的話 那就會出錯了 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NAS的話 其實也是道理差不多 其實甚至你可以把上面這一行拿下來貼 那改的話大概就改三個地方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反正這個地方 大概就三個地方不一樣 那當然你如果順手的話 甚至123自己改一下 也OK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上禮拜 講的第二個重點 就是讓你的那個布景主題 顏色變更 那這邊有一個連結 連過來的話 它會連到 這個叫steaming 的那個 Roller的這個 網站 你可以 Get Rolling Rolling 那當然你可以 針對你要的顏色 去 給顏色 那比如說你這樣調 拖拉一個之後的話 比如說像上面如果你要這個顏色 或者綠色 這個綠島 綠島綠色 綠色如果這個綠 你不喜歡的話 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右邊拖拉一個之後的話 它會告訴你說 你剛剛拖拉的是到 到這個地方 它主要是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HEAD跟Footer的bar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的bar 還有這上面的bar 這邊都變更了 它底下 它是Footer Footer的顏色 底下的顏色 它底下沒有Footer 沒有顯示 不過理論上這個應該Footer的bar也會出現 那你可以怎麼樣 自己在針對這個的顏色 假如你覺得這個綠 不是你要的綠 你可以再去調一下 調到你喜歡的綠 反正你看 這麼多 這邊調色盤總共有多少種顏色呢 基本上 就是電腦所能顯示的 就是 應該是 2的 24次方 總顏色 大概就1000多萬種顏色 所以理論上 這個顏色 你可以調的 非常非常細 也就是說 你調出來的顏色應該不會跟別人 完全一模一樣 比如說綠 這個綠 蘋果 有一點蘋果綠的味道 然後裡面的顏色的話 你甚至可以 再換一個 這個太深的 沒關係你可以再把它弄淺一點 再調一下 然後 這邊的話 就可以再調 看你要 這個 你看 隨便調一下 它就變了一個 另外一個顏色 再調一下 OK 其實可以調的 蠻 只是這個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去把它調的 剛好符合你要的那個效果 OK 像這樣好了 這邊不要藍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不要的話 你就點一下 可以調一下 甚至這邊調色 反而也會掉出來 然後把這個顏色 稍微變動一下 看你想要怎麼調 其實你會發現 它能夠變化的 其實還蠻 蠻 多的 OK 然後 其他 它當然 可以 A的部分 是這樣 所以如果理論上 你那個 預設的布景主義 沒改的話 那就這個顏色 那HOME的話 如果你要 把它加強變紅色的話 這整個變太紅了 那你可以再調一下 反正大概這樣子 那調完之後的話呢 不過我之前有調一個 那也可以把這個 我之前調這個 就這個 其實甚至呢 你調整過之後 它基本上是可以 把它存檔的 它其實存檔什麼 其實它不是說 把它存起來 而是說 它有個Share 有沒有 如果說你想要把這一個 布景主題 把它將來呢 延續 或者是給別人用的話 那你可以用一個Share Share的話 SyncLink 這邊的話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 如果你將來把這個連結 寄給別人的話 別人收到的話 它就會比如說這個連結 它進來之後 就會 看到的就是你剛剛 調整的 所以啊 如果你假設你這個 布景主題 是很多人共同 去 產生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也可以 把那個布景主題 給記錄下來 那像 我之前有做了一個 是這個 這個我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啊 而且它這邊好像 ID是用 什麼 2016年 的時候做的 10月21號 它這個 所以它基本上 連結過來 那你會發現 我之前做的那個連結 它也會幫我保留下來 就這一個 OK 所以啊 大概做兩個啦 那它其實很難調 因為 每個地方 每個地方 都可以在細部調整 所以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那如果說你做完之後 你希望呢 把這個 顏色 放到 你的這個 網站 因為目前你這個網站 是黑白的 頂多是多一個 藍色 那你希望把它做變更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必須呢 再把這個 布景主題 再把它做download 那download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download的話呢 你必須要知道說你應該放哪裡 而且呢 不能放錯 那另外 檔名要叫什麼 這個都有固定的 所以 這邊的細節 我在上個禮拜有特別強調 在哪個地方 這這邊有 就是你可以 到這個官網 然後 制定一下 最後下載之後的話 就變個download download的話呢 其實他甚至也有告訴你說 他要變更的是哪個地方 就這個地方 Link 那把它download下來 那修改的位置 修改 當然你必須把 他提供給你的 這個 這個檔案放到你的網站裡面 並且修改 這個檔名 所以大概會有幾個地方 做修改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把那個 這個 這個顏色 太花了 算了 我用這個 那我們就把它download下來 download的話呢 第一個 這邊改一個106 App 這個 名稱的話可以制定 然後按download OK所以第一步 download下來 那第二步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download下來的東西 把它按右鍵解壓縮 解壓縮的話 我一樣解壓縮致辭 好了 那你會發現解壓縮致辭 它會幫你產生 一個index 這不要用 然後一個 新名 新名裡面的話呢 特別特別注意喔 我主要呢 是要新名裡面的 這個檔案 所以你就把 他解壓縮之後 所以喔 你download的時候給一個名稱 106 App 後面的話一定會多一個 點mini 點css 那mini指的其實是網頁 跟你講 指的是手機喔 小型裝置 的css 樣式格式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檔案怎麼樣 把它放到哪裡呢 複製一下 記得喔 把它放到 我們的 網站的 JQ mobile裡面 這個目錄裡面 你不要放錯了 那放的話 你可以複製貼 貼 這邊 直接貼 它這邊好像不能直接貼 理論上應該是 可以喔 如果可以直接貼的話 複製 然後你把它貼過去 看一下 下載 新名裡面 這個 好吧 這個複製喔 那如果那邊不能夠 直接貼上的話 你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到我們的 這個 這個 106App的 剛剛這個目錄裡面 打開之後的話 一樣可以看到 JQ mobile 你就打開 直接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貼上它 這樣子 實際上 主要是拿這個取代哪一個 取代應該是取代 第二個這個 OK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 你貼上之後 你把這個的名稱 換成 這個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個刪掉 把這個刪掉之後 把它貼 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 有點太麻煩 反正主要是這個 這個道理喔 就是 把它先放在 JQ mobile 底下 特別需要下載之後 下載這一個 放進來之後 然後再來的話 改一個地方 就OK了 特別需要這個 要非常非常小心 貼上之後的話呢 在我們的 網站的 JQ mobile 底下 你目前看不到 不過我可以重新整理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了 有了之後的話 我們只要再改動一個地方 改動那個 在第六行的地方 其實你甚至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那個 雲端這邊我有特別 把這個圖給照相 就這個 有沒有 第六行 一樣 第六行的地方 把原來的這個地方的那個名稱做修改 那改的方法 第六行這裡 應該是改 在這裡 保留什麼 保留.mini.css 但前面必須改成什麼 改成106 所以 如果你不確定怎麼改 你可以參考一下 這邊的名稱 有沒有 106app.mini.css 一個字都不能錯 錯一個字 多一個少一個都不行 所以 參考這邊 從哪個地方開始 從斜線的地方開始 一直到這裡 所以實際上 就是把這邊的名稱 換成 這邊的名稱 放到這邊來 所以 直接這樣貼 直接輸入好了 106 app 再檢查一下 這邊的名稱 斜線以後的這個名稱 跟這邊看到的名稱 是不是一樣的 如果一樣的話 那恭喜你 應該是OK的 如果不一樣的話 你可能就是在確定一下 是不是有沒有打錯 那我怎麼知道呢 有沒有做成功 步行主題 最後最後的關鍵來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顏色如果變更的話 整個 App的質感 就完全不一樣了 如果你對於那個 顏色 色彩部分 比較敏感的 同學 我覺得這個倒我覺得還蠻 蠻不錯的 因為 整個顏色一下子 這個App 就變得非常 的有特色 因為顏色一定跟別人不一樣 像那個Synlore上面 它可以設定 非常多種顏色 那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看有沒有成功 如果不成功的話 比如說像 這個地方 我把它 即時再切一下 點掉 然後即時 這個時候有沒有看到 顏色就變了 點下去看一下 顏色有變了 下一個 下一個 都有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綠島就真的變綠色的 不然的話 原來是黑白的感覺 好像沒辦法凸顯 綠島的那個感覺 HOME 回來OK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著把那個 布景主題部分 再做個變更 上個禮拜的那個 作業 上禮拜的部分 就先 大概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 上面的 這兩個按鈕 把它加上去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顏色 把它做變更 顏色變更的話 重點回顧一下 一 就是 到那個Synlore網站上去 這個地方 二 把顏色才會調 調配一下 調整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呢 記得 就是把它做一個download download之後的話呢 你就把 download下來的東西 做解壓縮 那其實只需要呢 裡面的 Synmeans 這個資料夾 裡面的這個檔 而已 把它複製 貼到 我們的那個 這個 網站的根目的底下 這個 的 特別重要 這個位置 不要貼錯 貼到這裡來 所以是說 把那個 這個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發現 只要同學 目錄 貼錯位置 那這個就 就不ok了 所以你就把 解壓縮的東西 這邊的這個 的這個 把它複製 貼 貼 這個Synmin 這個 複製貼到哪裡 貼到106App 裡面的這個底下 這個動作 這個只要不要做錯了 應該就不至於會做 出錯 然後呢 貼過來之後的話 如果他們在你的根目裡面沒顯示你就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之後的話 那 你再去修改 這個地方 就大功告成了 OK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所以 今天的話 這個作業部分 就是 當然延續 上一次106App的部分 第一個呢當然你就是把那個上個禮拜 改的 兩個重點 就是 Home跟Net Home跟Net 一定要做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把布景主題顏色的再做變更 然後 OK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綠島改一個主題 所以今天的話要繳交一個作業 就是 106App的一個變化題 變化題就是把綠島改成其他的景點 大概是這樣子